随着秦潇贤在许多杂志和节目中的出现 他以许多不同的风格展示了自己 比如可爱和严肃 他有很多面孔 有时是阳光里的暖男 有时幽默又跑调 有时是霸道总裁的接班人 有时是傻子 机遇与挑战并存 秦潇贤正在经历他从未经历过的忙碌生活 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展示自己 在时尚杂志上 他的话有诗意和距离的味道 他的杂志的第一版 秦潇贤 费加罗五月号的封面 限量发行三万册 现已受庆 时尚新人老秦 在拍摄杂志时找到了自己的风格 通过镜头展现了自己所有的表情 最后他学会了一个真理法则 拍时尚大片不用笑 新杂志很惊喜 新综艺也很搞笑 他参加了好几个综艺节目 除了芒果台的笑容真的很好 他还出现在了新综艺 我要这样的生活的预告片里 在我生命的最后阶段 范诚诚和小鬼去镇谷 面对舒适恐怖的镇谷体验 他们都痛得大叫 表情也没有管理好 看起来很搞笑 镇谷也是和秦潇贤老秦个子高 总觉得站不直 如果他去镇谷 他甚至会痛得大叫 脸色猙獰 一定很有趣很好玩 秦潇贤带来了自己的笑声 在下一期节目的预告片中 我没有看到老秦正骨的画面 我看见他开车 悠闲地唱着英文歌曲 一手握着方向盘 坐在车里很有型 老秦中途换了几首歌 最后选了他想听的歌 是一首英文的歌 有一种高高大大的感觉 老秦在车里跟着音响唱歌 还想弹高音 结果可想而知 踏上不了音 主动放弃了 这一段相当有趣 老秦 这个低音炮 显然不知道该如何调整自己的音调 幸运的是 最后一句是以英文的歌结尾的 他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那边忙着录综艺 这边忙着微博营业 广告情 上线了 老秦喜提很多个新名字 广告情 三连贵的游戏情 连接多档综艺的综艺情 还有许久不见的相声情 不说相声不蹦迪的蹦迪情 老秦转发的是华人青年的微博 上面有德云五队和德云七队的字样 原来是续德云五队之后 德云七队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队符 从这个转发的动态里 大伙儿看出了小道消息 转发这条动态的都是德云社七队的相声演员 通过这个举动 大家猜测秦潇贤还在七队 德云社的七队和八队 都是2017年后成立的 七队孟赫棠当队长 八队是张云雷当队长 有一个说法 说是队内成员三年一轮换 队长不换 2017年到2020年 正好三年 队内的人事变动一直让德云社观众很挂心 朱鲁昭老师直播时说过 老秦还在七队 综合所有信息 这回变动的人员少 只有那么零星几个 多数成员都没变动 有观众说二哥刘晓婷张九泰 上九夕和九华 秦潇贤孙九香还都在七队 其实无论在哪个队伍已经无所谓 赵秦潇贤目前这人气和工作密度 今年回小剧场演出的机会已不多 多个综艺节目小视频都能瞧见老秦 在网上一个著名小样的小视频里 老秦和师兄弟们笑意盈盈地走来 他们都穿着去年七月 在郭老师加入团宗的衣服 孟贺堂扎着小啾啾 便而哥哥穿着红色人字托 烧饼穿着豹纹 总队长鸾云婷穿粉色T恤衫 阳光洒在他们身上 笑容在每个人的脸上绽放 德云社男子天团走出了一帮大佬出街的豪迈 每个人都灿若星辰 德云社是一个其乐融融大家庭 无论在哪一个队伍里 他们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所以会觉得 在老秦的这条动态里 大伙看出的这个小道消息